69、《承報》動用全國25%警力保安令人窒息 2015年7月26日國際A11 本部國際組報導 美國總統奧巴馬週五訪問肯尼亞 針對奧巴馬此行 兩國安全部門採取的保安措施達到令人窒息的水平 移植將回到父親家鄉的奧巴馬 似乎對嚴密的看保措施不太領情 恐襲提升之名到歷史上 還未曾有美國總統到訪肯尼亞 對於奧巴馬的訪問 這個東非國家的抗權部門以嚴陣以待 肯尼亞反恐專家呂查德圖塔克說 美國總統是非常有價值的目標 所以襲擊他或即典試圖襲擊他 都會提高青年黨的之名度 薩瑪里青年黨近年來多次在肯尼亞境內 發動恐怖襲擊 導致重大人員傷亡 肯尼亞聲報報導說 美國軍用運輸機將會攜帶一系列 可靠和先進的通訊設備 其中部分設備供奧巴馬抵達後使用 數百名美國看保人員近幾週內以抵達 肯尼亞安全機構以對首都三家高級酒店進行了搜查 為應對奧巴馬訪問 已在內羅北部署一萬名警員 差不多佔全國警力的四分之一 美方空運60車輛在內羅北期間 奧巴馬預計會成坐慣用的總統座架野獸 這款海迪拉克座架整體車身所用材料包括鋼、鋼、鋼、 陶瓷和用於製造防彈衣的海庫拉爾纖維 具有強大的防彈能力 造價高達150萬美元 約1170萬港元 為配合奧巴馬訪問 美方共空運了60部車輛 奧巴馬本月早些時候在華盛頓的一場新聞發布會上 對肯尼亞之行的嚴密貪保措施感到遺憾 他說 老實說 以個人身份訪問肯尼亞的意義 可能比以總統的身份訪問更加有意義 因為我不容止待在酒店房間和會議中心 中文字幕——YK